Good morning,Jesus! 大家好,今天大家也很早 會請你讓我們一起來看 四篇九十四篇第十九節 我心裡很多的煩惱和驕傑 你安慰我,就讓我煩惱 現在人很容易地到他有情 無論聽到的多到少 都有共同的一個原因 就是感覺自己非常無敬感 無論是最多讓人不讓人鼓掌 或是生活中間沒有每一個目標 就讓人陷入到一個比喉丁 沒有嫁妥那種富民的訴訟 等這種富民訴訟越久 對一個人的認識就影響越大 但是在今末的事實上說 每一個人都有嫁妥的 我們在相對的手中 絕對不是一個失敗品 全靈的做不住 因為不小心將我們做出來 我們天生都是相對成功的作品 聖經中間說masterpiece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在主要運動的中間 如果我們如果能夠正確 來看待自己 來正確使用的時候 就能夠發揮出 最多要求我們說 發揮出來的公用 如果我們如果沒有發揮的時候 就算是有很多人的手中 有很好的手機 但是他不會用 只會用腳掌的 跟接電話來而已 所以在今末 為什麼有人這樣 一旦風順 為什麼有人 對著很大的觸摘 其中最大的差別 就是信心有正確的信用 相對是主要的 他絕對不會故意創造一個人 讓他讓他做一個失敗 相對不會無聊到那個地方 你把你扁 讓他讓你失敗 要看你痛苦 但你現在一個平凡的人 要做一個不平凡的得生者 必須就更認罰 得生是什麼 得生只有對相對來 因為相對 我們可以吃醉相對 所以我們吃醉有什麼分 如果這樣 聖經裡面說 你安慰我 就讓我歡樂 無論你人來看 生只有廣告 但是我們在相對的手中 今晚都是寂寞 請我們走回來 緊張 天明到你的臉 感謝你和我 可以看到人生的動甘 很多的描述 很多的煩惱 但是主要 請你讓我們吃 可以用國家健康 吃民來看待自己 因為我們知道 當我們驚訝 你為了我們 安排人生道路中間 發育你吃到我們 所要流出的外面時 我相信 你會開心 並且我們的人生 這更是意義的 我們祝多納 我們每一位 在今晚 向亞洲基督生命祈禱 阿弥 請大家在今晚 我上帝師父 你和你的日子 那我上帝師父